所以说地域性很重要 它只在山西省 你会发现大家特别喜欢学医 我发现为什么 全国的家长都是这样 特别喜欢让孩子学医 我想问家长 有多少家长准备让孩子学医的去 我看一下 你是不敢举了吗 就你自己 我跟你说 今天这天我都不敢劝你学医 外边下雨 劝人学医 天打雷劈 我一会儿还想好好的走出去 学医 你要学医的话 这位家长你要抱着这么几个心态 第一 要记住 学医地域性很重要 你在哪儿上学 基本在哪儿就业 能明白吗 这个你知道吗 在哪儿上学 基本在哪儿就业 大家一个人还在报纸 记住医学 在哪儿上学 基本在哪儿就业 我不知道咱们在座 有没有咱们医院系统的老师 医院系统的朋友 你在你们医院 你问一问 就你们医院 那些医生 大夫 护士 哪怕检验 影像那帮人 大多数的人 毕业于哪个学校 山西本省的学校 外省的学校比例 极低 10%都不到 所以说地域性很重要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 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 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聊 哦